嗨 大家好 我是安心雅 這次演妹妹的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妹妹 就是演一個從 就是南部 然後在家裡面算是第三個多出來的 家裡期盼我是個男生 結果生出來我是個女生 所以就在從小就是在多出來的那種家庭裡面長大 然後會常常到鄰居的奶奶家 取溫喔 因為奶奶很疼我 鄰居奶奶 然後就是男主角的那個家 然後從小就跟男主角青梅竹馬的長大 然後一直以來都很想要當她的妹妹 結果後來長大之後才發現 我想做的不只是妹妹 就是想要跟藍正龍 那個男主角藍正龍 想要跟藍正龍永遠在一起 對 她戲裡面叫戴藥奇 然後我在戲裡面叫周濟偉 然後我這個角色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這一角色很可愛 就是她很可愛的地方 是她不只是叫周濟偉 她還有一個名字叫周悲哀 就是周悲哀 因為 呃 就是這個角色她是一個很 對任何事情都很認真 然後也很善良的一個女生 但是她常常就是會因為過於認真 然後 會得到一些很悲哀的事情 就譬如說 考試的時候很認真的念書 熬夜熬到三點 然後很認真念書 結果隔天考試 考得比一整天都沒念書的人 還要爛 不知道是誰說過 如果你無法成為一個詩人 那就活得像一首詩吧 但是我們太平凡了 平凡都不能活成一首詩 那麼 至少也讓我們活得像詩裡面的一個字吧 我其實一直都比較希望是年紀比我大的男生 可是 前陣子我在還沒拍妹妹之前 我有一個想法 就覺得說 呃 其實年紀沒有比我大 或是跟我差不多的 其實都可以 就只要可以陪伴我 然後 可以跟我玩在一起 然後對我好就好了 可是自從拍完妹妹之後 我會 我又改變了另外一個想法 對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那種 可以像 哥哥一樣 呃 感覺就是天塌下來 還有他在 在我身邊那種感覺 有時候 像那種 比較 年紀長的人 都有時候會有特別的那種魅力 然後又再 就加上說 感覺給他保護著 會有一種 很像小女人的感覺 嗯 西外最想保護的 就是媽媽 就是通常媽媽 可能在跟我 有時候回家 他會跟我抱怨說 什麼 他的朋友要跟他怎樣啊 什麼什麼 欺負他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我就說 叫他出來 對 就很想要保護他 幫他出一口氣這樣子 因為 平常從小到大 都是他來保護我 所以現在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都要保護媽媽 那等一下我們會進行 快問快答 好 然後就第一時間晚上先講 可以 問快 第一題 什麼時候開始對自己有自信 欸欸欸欸 國三 國三 你自己身上最有具吸引力的特質是 最有吸引力的特質是 最有吸引力的特質是 幽默自己的人生 好 喜歡什麼樣特質的男生 呃 幽默 好 受到挫折第一件事情之下 呃 趕快爬起來 嗯 有說跌倒嗎 沒有 沒關係啊 最妹的表現是 吃飯的時候 好的 好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爆牙 我國三的時候才把那個牙齒矯正回來 就自從矯正完之後發現 欸其實自己算是個美女 他爆牙的時候有 有說我嘲笑為什麼 嘲笑 嗯 平 其實小時候常常被嘲笑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多男同學會想要欺負我 因為我小時候不只是長的怪而已 就是我牙齒真的很怪喔 一般爆牙不是 門牙往外嘛 我是一個外一個內 對 就這樣子 所以我都不太笑 然後這樣刺斃 然後 那個 感覺就是不太愛講話 然後男生都會過來欺負我 那後來就解決了 後來就是因為牙齒我把它凹回來 所以這件事一定要有解 真的啊 就凹回來之後我就常常笑嘛 常常笑 我就不會怕笑 然後就會開始 就是逗同學開心了 那種朋友漸漸變多 就換我去欺負那些 不是 不是啊 就是從被欺負的人移到沒被欺負的這樣子 有時候回到家 回到家的時候都會在那邊哭 然後我爸 那時候我爸爸就還有問我說怎麼了 然後我就說 呃 同學 他踢我肚子 踢我肚子 踢我肚子 對啊 就是已經是暴力傷害 暴力 就是要被欺負 媽咪那時候比較不敢 反抗嗎那時候 不敢欸 就是小時候怎麼會知道要反抗那種事情 所以只會回家跟家人講 他們就說明天會要去學校一趟 哈哈哈哈 頓時你會覺得 有 對 有被保護的感覺 那你會討厭自己的曾經欺負過你的 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覺得還好有他們欺負我 因為 會 因為我覺得 以前小時候有那一段被欺負的時候 所以長大之後會更珍惜身邊 待在自己身邊的人 我平常在生活中 可能跟朋友遇到什麼 覺得 不是那麼 幸運的事情 我都會把它就是 幽默化 然後 也常常就是大家會笑在一起 然後 就會忘記 原本的那個 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當我的朋友 我自認為還蠻開心的 哈哈 你會求自己對不對 對 可是你會不會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這麼累 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還好 你為什麼要這麼賣笑 也不是賣笑欸 我主要是自己講完之後 自己也會覺得蠻好笑 然後自己在那邊笑 就是你也可以讓自己開心 對 然後我其實昨天 有一個朋友就問我說 因為他最近在低潮 然後他常常不開心 在他那個社群網站PO文 都是一些不愉快的字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是不是都沒有心情不好的時候 然後我心裡想說 其實有欸 就是 原來是我給大家 就是 在大家面前都是一個 就是很開心的樣子 對 然後 也會逗大家開心 然後自己也會常笑來笑去這樣 可是 就是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因為就是 其實有人在的時候 就讓自己盡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對 如果你一整天都跟朋友在一起也悶 自己在家裡也悶 那一整天都很悶 其實事情會越來越不順 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常常啊 就是 身邊都是我自己很熟的人 然後我就在開始爆炸 我就在開始 大罵 然後 就是 發洩 發洩完 就是我很妙的事 就發洩完 可能掉了一兩滴眼淚之後 開始笑了 就是 我轉換那個 心情轉換得很快 可是這件事還會在背後 就不會了 就過了 對 我就是發洩完之後就沒了這樣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 個性很 會常常鑽牛角尖 所以如果我覺得 就是遇到挫折 我會一整個晚上都 沉浸在那個挫折的心情裡 可是又會告訴自己說 我幹嘛要浪費時間 在挫折的心情裡面 我現在如果去看一本書 或者是看一部電影 收穫 利用這個時間 去做個有意義的事情 不是更有收穫嗎 於是我就會打開電影 然後邊看電影 邊挫折 那你喜歡的 或者男生是幽默 嗯 所以要逼你才幽默 要要要 或者是可以 跟我對話是幽默的 喔 對就不論我一個人 在那邊玩 然後他就是 喔 然後就對不上話 喔 不能只有你一個人就對了 對 有嗎 這樣很少這種人吧 有啊 或者是可以逗我開心的 就比愛是老三 腿很長跑不快 頭很大可是帶真是被愛 就比愛是老三 腿很長跑不快 頭很大可是帶真是被愛 就比愛走開 就比愛走開 不要 我叫你走開啦 憑什麼叫我走開 我叫走開 憑是我妹妹可以吧 那我不要做你妹妹可以了吧 不可以啦 你很奇怪耶 人家不想做你妹妹想怎樣 而且我本來就不是你妹妹啊 我姓周又不姓黛 所以說怎麼都不會走啊 你不要走開 拜託啊 你讓我留下來陪你好不好 陪你吵你 對啊 我就是 不管你走到哪 我都要跟到底 我是真的下定了决心 要跟着戴药齐到底 不管她的脸多臭 我都要跟着她